台北股市今天呈现震荡走高的格局 亚洲热钱涌入新台币升值 盘面上电子股有鸿海家族 面板双虎领先冲高 非电子则是有深一来强出头 指数重返9300点了 要来挑战近期的高点9339 今天中场加全指数上涨78点 收在了9320点的位置 成交量是来到969亿元 盘是怎么来做观察 为您邀请到了两位专家 首先是顾德投顾的于世青副总欢迎您 乐乐好 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午安 第二位同样是顾德投顾的高博杰分析师欢迎您 明天好 各位观众大家午安 明天礼拜五是台北股市摩台结算日 明天的盘是怎么来做观察 掌握我们先来请教高博杰分析师 好的 其实情绪共管在股市当中 是一门很重要的一个学分 不过往往投资朋友 在股市情绪控管这个学分 常常会被荡掉 考零分 因为投资朋友会看到利多消息 见报的时候 看到股价大涨的时候 很容易去追股票 但是往往忽略了 这个消息的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就像今天 今天虽然大盘是涨78点的 但是有一个族群 股票 股价还在连续的 激临破底的危机 它叫做太阳能 其实回想一下 在6月12号的时候 当时太阳能这个族群的时候 报纸上有一些利多消息 比如说6月12号当时 有人就开始谈 巴菲特罕进 看好太阳的股 什么之类的 这个消息 刺激说大家都非常看好 结果 那一天 当投资朋友看到这个利多消息的时候 就跳进去买 为什么跳进去买 动不掉 耐不住性质 这股价涨 巴菲特股价说看好 当然耐不住性质 跳进去买 不过看到 从那一天买进去之后 结果是怎么样 这叫茂迪 茂迪今天 宾宾破底 宾宾破底 最糟的是 它的高点是在今年1月份 你不要看现在股市是 台北股市是9300 它关掉在这里 高点在这里 早就建高点 最惨的是 股价一次跌的时候 融资增加 这谁买的 尤其是6月12号位置在这里 这是散户嘛 我们刚刚讲了 投资朋友 散户朋友在 情绪控款这一个学分上 真的是需要再加强 但相对的 像这个生阳哥 也是一样啊 高点也同样在1月份就出现了哦 那这一天也一样 6月12号 曾经大涨过 一度拉上来 结果融资拼命增加 这是谁买的 这散户买的嘛 但是今天呢 有涨吗 没有涨呢 还比你要破底了耶 还有啊 之前大家跟你谈的 叫国硕 国硕这股票 它的高点也是在这个位置上啊 2月份出现啊 很多人就套在这里哦 很多人买在这里套在这里 因为看到粗量啦 喷粗 哦 受不了进去买了 啊结果呢 套牢 套牢 啊这里呢 放利多消息出来 让你解套你不跑 但是你知道这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又是散户进来嘛 好啦 如果资金雄厚一点的人 你会去买什么 碩盒 一样是国硕集团的碩盒 这股票 你看哦 很有趣哦 在5月份这个建高点的时候 很多人会跟你说 诶 粗量 爆量 要突破这个平台区哦 诶 赶快买 不买不行哦 可能要当下一个千元的股票哦 就赶快进去买 结果呢 哇 这几天掉下来之后 这个地方跌破 这个景线跌破了 而且基线也被跌破了 诶 怎么会这样子呢 融资一直增加 月跌 散户拼命买 因为还看好它 结果你忽略了 6月12号这边 爆出了利多消息是要干嘛 很多主力 主力大户在这个地方放消息的目的是 希望散户进去买啊 好啦 像新日光也是一样哦 新日光 6月12号这边 也有让你做减码逃命的机会 结果你没有 但是呢 如果你能够 我们昨天已经讲过 如果能从K线上 事先看到其实未来会有多货利空的话 你会很容易地判断出来 就像 它1月份这里 这个高点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阴线吞噬 是一根长黑的阴线吞噬 而且是致命性的阴线吞噬的话 这个大量地方有特定能出货的话 那它的反弹都是逃命 但是往往在这一天 6月12号 消息出来的时候 大家追买太阳能的时候 很多人去买进 为什么 因为这一天它拉到涨停板 拉到涨停板 我们刚刚说过 散户的情绪控管是需要加强的 当看到涨兵的盘的时候 会受不了进去买 但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如果你是做卖出的话 如果你是跟申请团队一样 在这个地方 做掌停板 放空 放空意思是说 那一阵子其实有一些观众朋友 来打电话来 我们跟他讲说 这个地方你套牢的 你应该先做一个卖出 先做一个卖出 结果咧 这个地方掉下来 掉下来有趣了 融资也在增加 有没有看到 这就是消息的 地多的背后是 诱使散物进去 但很有趣的是 有些人是套牢在这里的 套在这里 当上来是期望在这里 能够解套 结果没有 但是如果你有专业团队的帮忙的话 他会建议你在这个地方 卖出 卖出 虽然你是套在这里 成本在这 如果你卖出的话 甚至反手放空的话 你会解套 你会解套的 而且你是不会变成赔钱的 不会赔钱的 好了 同样的 中美金 最近也是这样子 中美金这个位置上 利多消息出来的时候 大家认为说 这个地方会突破 会突破 但是我说过了 我们说过了 申钱团队的这个技术分析 里面蕴含的很多 可以事先看到 消息利多利空的一个东西的话 它的工具在这 你看 在一月份 这个致命性的黑K棒的话 代表一件事 这里主力都糟料料 这里主力都糟料料 怎么可能拉起来 让散物解套 所以这个地方 如果你是做卖出动作的话 甚至放空的话 这一段你就避开了 甚至是可以在股市当中 我们昨天说过了 你来股市是来获利的 不是来套牢的 所以从这一点 可以告诉大家是说 现在股价跌下来之后 会有利空 会有什么 大陆砍单 大陆砍单 但是从今天 从今天的股价 继续跌的角度来看的话 似乎背后还有一个利空 还有利空还没出来 为什么 因为从K线的形态来看的话 它还没有止跌的迹象的话 背后还会有利空 所以说这阵子来 你手上持有太阳能的 投资朋友 你要好好地检视你的股票 好好检视你的股票 该怎么做 我相信深浅团队 可以帮助大家说 在这个地方 怎么让你去解套 甚至是帮助你在这股市当中 反败为止 接下来台股的关键时刻的分析 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余总 好 大盘更多的观察 方向跟重点 我们就继续来请教余 事情负责 好 先不用管台股 早上还说美国的犯罪 有没有找 好 有啦 为什么说他会找 他当然有他的理由 跟根据 这是礼拜二写的盘后稿 告诉你 之前你都不用管他 但是金明两天 欧美股市逢坛 要注意布局空单的时机 好来 这是道琼 礼拜二晚上 坛上来 布空 没有问题啦 昨天晚上 坛上来 那个也是布空的时机 那也是布空的时机 Next Day也一样 坛上来就是放空 昨天晚上的Next Day 坛上来还是放空 好 那你要注意哦 今天晚上 可能美国股市就没有 那么好那么妙了 好来 这是美国股市 再回来看看台湾 为什么金会长 对对问我 因为今天也没有什么利多 怎么会长 因为就套牢到他嘛 因为就是套牢到他 有没有 我已经跟各位讲过很多次了 这个就是期货结算 拉上来之后呢 外资动用171亿 57亿 卖出8亿 买了45亿 这里总共怎样 在9260之上 总共套牢265亿 明显的股价跌到这里了嘛 明显这一堆就是套牢嘛 那套牢之后他会怎样 他会做解套 如果今天是套到散户的话 你死定了 连逃命的机会都没有 但是今天重点是套到法人 很好 所以法人他会拉逃命坡 他一定会拉逃命坡 好 隔天呢 24号开始拉 拉这个逃命坡 他也动用了34亿 可是问题怎样 没人跟 没人跟所以量很少 没人跟 好 那没人跟怎么办 他只能继续买下去嘛 自己为自己撑盘嘛 对不对 自己撑啊 如果撑不动就这样砍了 就要多杀多嘛 所以他一定会继续撑啊 好 那昨天又买了33亿 昨天又买了33亿 有没有跟 没人跟 那怎么办啊 我躲在这 我套在这里 一堆 然后呢 我又买了三十几亿 没人要鳥我 昨天又买了三十几亿 根本就没人要跟我来玩啊 出不掉啊 出不掉啊 再拉 再拉啦 这个拉上海逃命的 这个拉上海 他已经要做好准备了啦 我说今天 今天有半量没问题了 今天还969亿啦 今天量有多一点啦 那看看今天能不能出多一点啦 如果今天出不了多少的话 他可能就继续拉嘛 第一个他可能继续拉 我只有继续拉 我才能解套嘛 我只能继续拉嘛 那理论上我拉到这里 应该解套至少一半了吧 可是问题他要动用很多钱 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动用很多钱 对不对 这加起来已经三百亿了 三百亿了 从九千二到九千三 这样买三百亿了 买不走就买不走 所以今天拉上来 坦白讲应该就是一个 所谓的逃命坡啦 那你会想说 没有啦 今天拉上来 明天某个人要结算 你神经的 你肯定有地形的好吗 我如果多当明天要结算 我干嘛今天拉啦 我今天拉一拉 明天怎样我就不知道啊 我今天不够了油的 满一拉 今天挽开马仔 再来摘下去 我也够了油的 那以其这样子 我明天再来拉比较保险的 拉一拉 我刚好结算 对不对 好 那今天为什么拉 拉解套嘛 拉解套上来之后呢 它的摩胎子的空单 要开始空了 为什么 因为没人要跟 根本这个行情 没人要跟嘛 所以我要先打 打那个期货的空单 要打下去啊 那我打会不会打这个月 我绝对打下个月的嘛 我打下个月了 万一我出不掉的时候 我要自己砍下来的时候 我期货还有空单 可以怎样 弥补这一段的损失 说外资现在鸡丝串相辅的啦 外资在弄 外资这次的手法 插这个插 插过年插这个 今年后外资做的 就是说 可以说算了啦 说这个了啦 不错啦 但是不错也有一次败啦 也是有反动力破解啦 你要知道它在干什么 你只要知道它在干什么就好了 因为这个跟国际股市有密切的关系啦 所以你今天开始要看 看那个什么 今天晚上的美国 还有明天台湾 你不要以为今天拉到9300了 已经9320了 明天要过高的9339 我跟你讲明天先回再说的格局 明天是先回再说的格局 你们那过高过高 有没有发生大事 你敢在过高 什么大事情 等一下跟你讲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后来继续帮大家做分析 有人在生气哦 连冷气都看得到 谁气得热乎乎 他又没有眼睛 他有3D光眼 你看就知道哪里热 哪里冷 哇 好厉害哦 有眼睛的聪明冷气 三菱电机物质风空调 用聪明科技把家变得更舒服 超冷气一边将领先送 买三菱电机送你卷哦 每日一粒 备减 补充多种营养素 尤其是乳清酸 DMAE和乳清酸酶 实验证明能修复肝脏受损机能细胞 降低胆固醇 三肝油脂 改善慢性疲劳 备见 0800 066 886 特利屋 冷房新概念 电费节省 凉爽提升 买冷气满万就送一千 限时回购再享九折 特利屋 定做自己的冷房 现在八五折 投资房产跟着市中心重划走 温载郡 紧邻新庄复都心 规划有转运站和医疗专区 双节三块交通优势 绝对超值 双北都位核心 目前三字头 持有温载郡重划区 现在入住 就是最好的实际点 新庄复都心行 大宅人生 轻松成真 总价2880万起 2297 8899 明日成 夏季店价开场 富士通省店抗涨 再者现金三千元 最后优惠 快哭 日本富士通空调 未来不一定伟大 但是一定要精彩 通中美语 小雨的时候 有些问题会给您做动 譬如博取功能障碍 也许社会线肥大 所大来搞有困料 一趟近视问题 政客就会有5号改善 欢迎你回到生前战略 更多的大盘后续观察 我们继续来请教于是幸福总 好 这下半段跟你讲的这个 真的是语重心长 但不得不跟你讲 其实这段期间你常常跟 听我在讲说台湾产业的空洞话 台湾产业的空洞话 这其实你可能对我讲这个话没感觉 但是我是心有栖心言 我是越看越欢乐 终于有人讲出来了 终于有人讲出来了 我想讲的东西人家帮我讲了 他比较出名了 他叫巴克来 巴克来说台湾告别科技岛 台湾告别科技岛 台湾告别科技岛 我们台湾不是科技岛 为什么要告别 因为已经有对手了 来 他的这篇文章 他的标题 这个看起来真的眼泪快要滴出来了 他叫做 Hello China 你为什么要告别台湾 我哭你 say you la la goodbye 为什么要告别人说 我们台湾的科技岛 为什么要告别人说 为什么要告别人说 人家说就没错 人家说就是属性 而且不是说未来才会发生 我跟你讲 这已经现在进行事了 看这个会害不得 整个人在搞不得 我这个新北市长 我要什么人 我的总统买什么人 我那要怎么 整天就在乱 看这个会害不得 整个产业有没有害他 还不知道 台湾本来是亚洲硬体的龙头地位 那已经被中国取代了 他说 对于台湾的硬体业 来做一个合并 或者是政府介入 否则在中国低工资的优势不在 以及更多的竞争者的加入 台湾ODM的业者很难再维持竞争力 当然他有看很多原因 他讲了好多原因 这一篇没有把它写得很清楚 但苹果就把它写得比较清楚 苹果说怎样 苹果说 来 这 巴克莱证券预检 台湾ODM产业将 因为这会念过了吗 恐怕长期已经不再 距这个竞争力 因为我们过去有竞争力 是因为有中国低廉的工资 所以我们的成本会比它低 但是问题 现在中国的工资已经不便宜了 中国的工资已经不便宜 那既然中国的工资不便宜 你的成本就不会比它低嘛 所以既然你的成本不再比它低的话 你的竞争力就不在 除非产业夸生整病或者政策干预 否则台湾科技产业 应该难以乐观看待 这就是主要的原因 你都问我什么要放空 你没有建户人来说云淡风清 你硬要放空吗 这属性已经发生的事情 发生在这儿 你什么要做得 我反过来问你 现在挑战的产业有这些吗 台湾和中国在升学原券 怎么拨的啦 有没有 有没有 电池 电缆 光学镜头 机壳 就是外壳 内部机构建 手机天线 LED 特别是这个LED 那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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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前就比不上 原本台湾的LED产业 几乎 以及坦白讲台湾的LED产业 本来就领先韩国 几乎全世界90%的LED 台湾具有领先的地位 因为LED不能一直做八观 LED你有很多的功能 譬如说你做那个什么照明 那这一块其实当时候如果说 当时候在做照明的时候 每家厂商都没有什么规格 当时候我也是在这个产业里面 那你政府呢 你当时候把规格制定出来 甚至于你政府单位 你要鼓励政府单位 开始采用LED 把这个灯泡灯管都要弯一弯 把这个产业把它扶植上来 那当时候我们如果真的有这么做 我们LED产业 包括LED的照明 现在一定是全世界的龙头的位置 那你政府就怕什么土地财团 土地社会 什么外交 什么又不做 不做什么 2008年金融风暴的时候 那大家在裁员 中国政府怎么 鼓励你买MOCVD 你买政府带你保障 你没钱政府借你 当时候全世界的MOCVD 都被中国买走 MOCVD在做LED的 本来他们就没有这个行业 你看这多可惜 多可惜啊你看看 ODM PCB 这个都是现在都是在竞争的 原本都是我卖给他们的呢 这些东西连组件原本都是我卖给他们的 都是我们最强乡的 台湾最强乡的 现在他们 他们可以跟我们竞争 你想说不可能啊 他们的品质没那么好 等一下我再拿真正的东西给你看 不可能 不可能就已经发生了 中国以往提供台湾电子硬体业 较低成本的制造环境 那随着薪资上涨人民币升值 现在已经不符合成本效应了 所以你看不贪钱就是不贪钱嘛 那中国呢 他们当地的一个厂商市占率就慢慢的拉升 而且呢 比台湾的厂商更容易脱颖而出 他们中国大厂福祉嘛 有他们那些大厂商的福祉嘛 所以他们很容易拿到订单 他们一拿到订单的话 那成本比台湾更低 像苹果供应链 就有相当的中国厂商入列 来 大家都说阿哥洞 这苹果台湾做的啦 苹果的手机台湾做的啦 梦答的 对iPhone5E要跟不是啦 人家中国大陆 在苹果的供应链里面 现在是全世界最多的 就是他啦 三百四十九家 他去年的时候才三百三十家 人家真的要三百四十九家 台湾呢 多一家 多一家而已啦 只一家而已 人家多多少家 而且几乎这个苹果的手机里面啊 几乎就是他啊 他就是老大啊 那原本这个都是我们市场呢 那都这样做的呢 如果现在都被他们这样做 是怎样 没出拓啦 台湾就没出拓啦 来 这是金周刊的 金周刊讲的哦 这个... 这个... 你真的要用心看一下哦 中国哦 这是一个很神秘的一个攻台计划 发起人是中国的供应链 目标叫台湾 那不是在两岸上要和解 要冲啊 要签X法 是怎么要人攻击啊 目标是台湾啊 为什么 他们是有计划 真的有计划的 他们先挖走我们的人 学我们的技术 来台湾设立研发中心 最后抢走台厂的订单 抢走的订单还不算 还不止这样子 连你的根也把你割走了 他们还打算买下台湾的公司 有没有这种状况 很多 非常多 他们是怎么能赚我们的技术 因为你因为那边的低廉的工资嘛 他什么低廉的土地嘛 政府给你什么税负的优惠嘛 所以商人 商人无祖国啊 看到好坑的快乐经济 不知道说你去台湾设施 你去掉入人家设计好的陷阱里面了 你去啊 给你好多哦 美女两三个陪你吃饭哦 土地随便给你框哦 来来来来 来啊 你去开啊 慢慢的 哎 我那个美女不错 来来我们公司配两个给你按摩 来 你不要教我们技术 有没有 都被他学走了 然后呢 回头来抢我们订单 抢了订单赚了钱 还要买我们的公司 要收啊 壮大他们的实力 所谓一个已经在倒数计时的科技业的危机 台湾的供应链该怎么存活下来 这不是跟你为人送你这已经在发生了 发生在哪里 我们台湾 唯一几个的品牌啊 Azuz啦 Azuz啦 Azuz他在做这个手机的这一缝 这有没有 他哦 他现在怎样 来 下面下面 司从堂要跟小米拼嘛 他要做低价嘛 那做低价你要降成本啊 那你没有降成本你怎么有市占率 所以你要卖得便宜 所以你的成本不能太高嘛 所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他们用了大陆的供应链 这个就好像是打开了潘朵拉的盒子班 台湾的电子供应链 竞争风暴正在展开 不是正要展开 是正在展开 他们用了什么 来 下面 这一年来华硕的供应链 一个一个的沦陷 从原本台厂换存的中国供应链 包括触控面板 部分的IC 电池 就连组装厂 他们打算给欧飞光做 华硕呢 这台湾的品牌呢 说起来 可怜 来 你说大陆的技术 大陆的品贯卖 你还停留在二十世纪 大陆现在的技术不会比台湾差 品质也可以做到一定程度 那你说你要买什么 买他的还买台厂的 重点不就来了 自己买到四个 所以说你叫我怎么看多这些高科技股 你叫我怎么跟你讲说做多来 台湾的这个电池股赶快做多 怎么做 重点就在这个地方 你好好深思一下 我所讲的 这个周刊都有你们自己去买 好不好 提醒您了 节目中资料 仅供参考投资 还是要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想去杜拜 是要怎样 人家要 7-11超级集点2.0 集点就送五星级水晶杯 再送呱呱卡 投奖杜拜头等舱机票 几点只要7-11 差那么一点 我就得到世界上最棒的工作 我觉得最棒的工作 一定要有挑战性 可以和四面八方的人接触 学习各种新鲜的事 让自己迎头赶上 并且得到成就感 最棒的是 可以用自己不灭的热情 感染身边每一个人 跟你分享 我现在的工作 就是世界上最棒的工作 不方金控 不方人寿 17年来 您换过多少风扇 自1945年 美国Vernado一家子的眼镜 以涡流技术打造今日的传奇 台湾20万用户 93%持续运转中 沃拿多 涡流空气循环机